大家听了碧莉塔的话 张五哥高无庸他们 先还睁睁的听 至此不禁一愣 寻思半日 才想到必是这位秋八爷 听别人把吹毛求刺 误读成吹毛求笔 由笔而逼 一误到底 不禁眼口葫芦一笑 雍正嘴角闪过一丝笑意 随即脸住了 只是沉吟不语 张婷玉一直皱着眉头听 心中疑云越来越重 竟没听见这个口误 丰台驻军马步兵齐背 还管着一个水师 是北京防务的支柱 龙科多放着允祥不请示 却和陨寺胡乱百步 是不懂还是另有居心呢 雍正给张婷玉看过干陕巡抚将军的秘折 风闻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在年目中活动 这次三千军马入京 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 动作起来 自己又该如何处置呢 张婷玉正自紧张的思索 允祥在一旁咳嗽一声 各是各的差事 各有各的范围 不能乱 年大将军征讨有功 这次回来 后缺眼理 点仪应该由礼部安排 点仪过后 军马不能驻城里 还是要在郊外驻守待命 丰台大营中军 不管移不移 指挥不能乱 逼地塔 你是我食老了的人 不管病不病 这些事你该毁我 由我去和他们打铁 你就好张口犯粗吗 雍正望着窗格子 嘴角带着一丝的冷笑 依亲王说的是 你有两条错 不该骂年羹摇 大事不回顶你十三也 既在这里说了 朕恕你 好生半差 明儿五十 朕回畅春园 再理会这些事 丰台大营 一步也不能挪 马骑是做什么吃的 这样药物 似乎他在局外吗 允祥 见数了的马骑 忙陪笑道 主子 马骑主持的政务 一天看七八万言的折子 还要把劫略 转到皇上行在 又要接见外官 上次见面 他瘦了一圈 盆烂了 说盆 罐烂了 说罐 雍正脸上 毫无表情 一白手 嗯 归安吧 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并不过分 自从雍正离开开封 安徽巡抚久久等不到玉州东巡的信息 怕担不起干系 静字向上书房递了秘纸 圣宗不详 廉亲王义德的此讯 立即称病 寸步不出王府 把所有政务都推给了上书房大臣马骑 严令对允祥和马骑封锁消息 理由却光明正大 马骑太忙 允祥有病 不能用这些无根无梢的谣言干扰他们 而允祥自己也冰着 不能料理军国重物 便由龙科多将雍正与朝廷失去联系的是 知会留守北京的黄三子红石 红石是个空筒杀 并没有兵权 但他也仔细存量了一下 最好雍正在黄河周辰人允 宝亲王在外 自己又是年长皇子 国不可一日无君 既然自己位居中央 辅成赋业登吉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到时候手握玉玺 口含天线 无论丰台大营 还是西北瑞剑营 都只能俯首称臣 因此他倒不忙着拉兵权 先令人道尊化传玉 对十四阿哥从严看守 悔不不得擅自出陵寝 又传令严庚谣 圣驾上尉归京 慢慢走 以备交迎大礼 好组治红帝 提前入京 发六百里加紧文书 令田文静派人着实探清 皇上玉州陷在何处 带到田文静的急报文书到京 他才知道雍正的船并没有翻 只是困在陆夷一带河道上 洛阳水师护驾的七百余名官兵 全部都冲了欠夫 一天走不上二十里地 接到这一消息 红石心里一半热一半凉 紧张兴奋中又带着恐惧惊骇 吴北口阅兵是红利带天子巡行 山东镇梁是红利带天子筹办 迎年庚摇入京 仍是红利带天子亲行 送康熙皇帝灵旧去尊化 还是红利带天子扶旧 就是平日红利挂名 在上书房学习 学什么呀 还不是统一全局的能力吗 就连分作肉这些小事 红石也都掰开了 揉碎了重新捏弄 结论都是十分简单和冷酷 无论德财能识还是胜券 自己万无登龙继位之外 如今他不在京 雍正又困在外 错过这个机会 后世实彼如钩 准会说自己是个雍如无能的傻蛋 若真的动手 又怕八皇叔趁火打劫 学永乐皇帝夺职自为 更怕万一控不住局面 雍正平安回京追究起来 自己可真就是折戟沉沙 万劫不复了 在床上折腾了几夜 想来想去 红石想定了龙科多这个人 既是先帝脱孤宜臣 又是现今上书房大臣中兵权最重 龙科多和廉亲王明来暗网 他知之甚然 利用一下 有何不可呢 因便令人传请龙科多来府一事 掌灯时分 龙科多从东华门退职出来 应邀来到三贝勒府 红石红利和红昼兄弟三人 原都在雍和宫居处读书 雍正即位 各自建崖开府 都是新造的宅邸 坐落在离东华门不远的朝阳门内 一事三座贝勒府 规制统一 按年齿游北向南 坐西朝东排列 都是雕旺斗拱 翘翅飞檐的歇山式构架 丹饿一心 十分壮观 内里有些防射 尚未修整好 因此三府都没有把花园建起 龙科多的大叫一落 门上人立刻禀了 便见红石一身便装 穿一件月白凝稠袍 上身套着香翠边玫瑰紫套扣背心 步履轻盈的盈锤 当门一一 舅爷 辛苦 刚刚下职的吧 哎呀 什么职不职的 如今并没有盲师 龙科多翘着八字须笑道 曹银的儿子曹甫来京 八爷见了见 又到畅春园见了马齐 马齐说 等十三爷病好些 再说他的事 他就又求见我 说了好一阵子话 又留他吃了饭 这才过来 一头说 一头随着红石进来 红石前头引路 一手摇扇 一手将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 向脑后一甩 顺便挑了帘子说道 舅爷请 曹府是抄家撤差的人了 能有什么事啊 还不是告穷 上回见我穿的叫花子似的 一头哭 一头说 我都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 不就缺钱吗 我送了他二百两 撩补五米之吹吧 说着 请龙科多坐着 便命上茶 龙科多环视了一眼坐了 端起杯子 用碗盖拨着扶茶 前到五爷府去看了看 他那书房里里外外挂的都是鸟笼子 四爷是读不完的书 迎听激动的 进去连个座处都没有 倒是三爷清雅得很 卢平顶服 狼牙插架呀 亲戚出话俱全 敢问一声 什么风吹得我这老旧来了 红石 十三叔都病了 马骑在唱春园忙正午 见人读折子 一天 每两三个时辰好睡 五弟那个身子骨 你要小的 只有人伺候 不能伺候人的 我虽名上是个做道的皇阿哥 其实平日也不大管事 有一份奈何 我也不想管 但从公的一头说 我是留守皇子 负有权责 从司的一头说 阿玛在外颠沛辛苦 也着实惦记思念着 所以请舅爷来打问一下 皇上此刻到底在哪里 几时回京呢 营嫁 还有铸臂官房的事 上书房有些什么安排 我是做道皇子 不能不问一声 心里有数 皇上的性子 你也小的 脑上来六亲不认 回来见面一问三不知 我算怎么一回事呢 他开门见山 问的堂堂正正 原打算用皇子不得擅自干政 顶一下的龙科多 不禁默然 略一睁 龙科多爽朗的一笑 三爷 抵报日日都给您的 皇上鸾驾 已经从泰安启程回来 八爷和我寸夺着 这三五日 必定就回来了 这几日没有猪皮玉脂 一是皇上身子 或者略有不爽 二则 圣驾也就回来了 不必来来往往 传递公文 这也是有的 其实啊 您不叫 我也得过来回一声 原来畅春原著的 是善普营 三个月一轮换 是死规矩 已经到了日子 换是不换 善普营管带 和我不相同属 由他自己调配呢 又有点心理不脱底 还有 年羹尧带着三千兵马 回京眼里 住在哪里围夷 也要未雨绸缪 这都是由野战攻群的 总不好住野地帐篷吧 说着 身子一仰 眯缝着眼 瞧着这位小白脸黄暗 竹影下 却看不出什么眼神 红石似笑不笑地 看看这位身份显赫的 皇帝舅舅 夹了一口茶 您说呢 老舅爷 这些事我不太懂 八叔和您老成谋国 必定已经有了安排了吧 说罢静字起身 摇着扇子 徐徐夺步 龙科多似乎觉得意外 瞟了红石一眼 他出这些题目 远想难一难这个皇阿子 没想到 被红石轻飘飘一句话 原封不动的 就被砸了回来 廉亲王 明说自己是三爷党 但书职之间联手 到底有多深的瓜葛 允四没说 他也不敢问 今晚来汤水 才晓得 这个风度翩翩 白净面皮的黄阿哥 并不像自己想的 那么容易对付 若论起滑头 似乎还在陨寺之上 正想着 红石隔窗 眶望着外边漆黑的夜色 虽是好诗 几乎是把陈光说长了些 应该是各领风骚 十几年 他疏然回身 目光抖得亮了那么一闪 是 是 老舅爷 龙科多看着他汗淋淋的眼神 心里不禁一紧 但他毕竟老于事故 很快震惊起来 我不大明白你的话呀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们心思都一样 要让老爷子平安返都嘛 所以 长春园警卫要换一换 由布军统领衙门 暂时管起来 年耕摇的兵 不能住野外 丰台提督的行员 要让出来 这些 不是您和八叔他们 商量好了的吗 怎么还要来问我呢 这 龙科多大吃了一惊 但是昨夜 在廉亲王府 允肃 王洪旭 阿灵阿 和他密伤一夜的 灶乱计划 控制畅春园 打乱丰台大营指挥体系 断掉雍正归路 廉亲王严令 对红石红咒 小心提防 不要让他们知道 刚刚六个时辰过去 红石就了如指掌 这简直太可怕了 龙科多的脸色 立刻变得异常苍白 红石 因笑着坐 若无其事地吃了一口茶 没有什么嘛 这都是为黄阿玛的安全 该怎么做 你放心去做 就是各领风骚 心中的有数 不要乱了张法 他口气一转 又变得温和爽了 我毕竟是做到黄阿哥 既要为皇上负责 也要为天下设计进城 至于自己怎样 那就用着出师表里的话 成败立顿 非臣之所能腻度的 说吧 纵声大笑 把皇上赏我的那柄如意取来 给舅爷带回去 雍正到丰台大营的第二日清晨 一层绿泥大观窍 照例在畅春园道厦门前的双闸口落下 马骑一哈腰从大窍中出来 仿佛要驱散浑身的疲倦似的 挺了一下身子 只是在这座庄严神圣的地方 即便是他上书房 载辅大臣 也不敢放肆地 伸胳膊撂腿地打他去 他仰手望天 深深吸了一口轻烈的空气 阴剑垂着造须的宜门堂 已有十几名官员等着自己接见 无声叹息一声 一白手便进了疑门 却见是恶伦带当直便住了脚 招手叫过来 八爷和龙中堂那边有转过来的黄匣子吗 没有 八爷身子还不见好 龙中堂预备着接驾回京的事 说今儿前赏过畅春圆来和马中堂议事 他脸色白中透清 看来夜里也没睡好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马骑原本要走 听见接驾又站住了 龙中堂没说别的 皇上御驾到了哪里了 恶伦带身子一躬 皇上御驾到了哪里 龙中堂没说 我也没敢问 只说畅春圆的护卫 到了轮换的时候了 要换一换 别的没说 马骑偏着头想了想 就到了时候 前后错个三五天打什么的紧 你传话 叫外头 近夜的大人们都到路华楼等候说话 说着 便言 墙围花洞涌 涌到一里向西 过了十八行省 后见官谢廊坊 便是雍正在畅春园 熟楚办事的淡明居 马骑向宫一移 学身向北 一溪海子里 新河浓绿 岸边河豹扬柳 烟龙物照 演映着一座五营二层 歇山顶的黄琉璃瓦高楼 这就是陆华楼 侍卫刘铁城 早已等在楼前 见马骑过来 便令太家们挑帘 这是畅春园最高的地方 其实是一带土拉 专为康熙纳凉吹风去鼠 盖的一座书楼 再向北 就是康熙燕家的穷儒 却是一片茅舍 虽宣场 却并不高大 再向北便是公墙 墙外是一大片海子 有几百亩大 茫茫碧波中 带着水分的凉风 穿楼而过 虽是圣鼠 身上也凉爽的 低汉皆无 刘铁城跟着马骑进来 一边问道 往日都在运松轩 那边虽不敞了 七十五里放着冰盆 比这里还凉 马中堂怎么呼了班 到这边办事啊 害得这起子太监 搬了半夜的文数 马骑命人将所有的窗户打开 一边笑着 不满你老刘 我实在是罚透了 这里风大 见人 怕就少一点瞌睡 上回 见菜艇 我就听着打盹钓鱼 人家哪里知道我熬夜呀 只说我这宰相拿大 再说了 盛家也快回京了 运松轩是保亲王办事的地方 人回来才腾房子 不恭敬 说着便整理文书 看着一份奏折 吩咐刘铁城 你看看要见的官来了没有 我见河南的车帆台来了 先见他 你是侍卫 不是跟我的人 不要在这里伺候 园里各处去转转